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透过网络上走的 而《纸牌屋》这个联系剧曾经播过第一季 现在据说播的是第二季 它表现出来的是美国的白宫 整个政治内部的政治的戏剧 联系剧 你可以叫黑幕 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厉害 说这人参与政治 就像有人说 涛哥你参与政治 这基本就是贬义词 就是涛哥你不是个好东西 参与政治 我曾经跟大家说 我说其实在大陆每一个人都是政治 有人不相信 你老婆生孩子只能生一个 那叫国策 对不对 你老婆要生孩子 得上老婆单位里拿指标 拿张纸说允许你生才生 国策 所以你跟你老婆准备迎接下一代的时候 还没迎接呢 还没活都没干的时候 你就被政治了 而这个社会 整体的社会的管制 本来它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政治体制 一个以政治来压倒一切的东西 反过来又用这东西去骂别人 你参与政治 好像这人就不是好人 那因为这件事情引起反响了 媒体上都有一些报道 那在国内据说呢 因为几天的时间据说 观看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万 有关这个纸牌屋的报道 英文媒体的报道当中呢 BBC有篇短篇的翻译文章 它是这么说的 纸牌屋与中国政坛更接近 文章介绍说 英国的泰晤士堡报道了 美国的电视剧 纸牌屋在中国透过网络热播的状况 那中产阶级人士过去几天 一直很热情观看 并对华盛顿似乎和北京 一样的不道德和腐败感到高兴 也许电视剧中最具争议的情节 是一位中国腐败富翁的露面 他的爷爷是跟毛泽东 在一个战号里打的仗 文章接着说 这位姓冯的红色后代在剧中说 毛已经死了 他的中国也死了 许多人担心这样的情节 会造成电视剧在中国禁播 但是事实呢 他确实在播放 文章也提到说 王岐山是纸牌屋第一季播出的粉丝 而且他非常喜欢纸牌屋的这个男主角 而《泰晤士报》在社论当中是这么讲的 对于中国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的政治新兴来说 他一定会看纸牌屋的 因为电视剧所描述的并不是虚构的西方生活 而是他在东方的真实生活 英文翻译成中文的 那也就变成了这句话的结束语 开头是说中产 大陆的中产阶级愿意看纸牌屋 认为北京跟华盛顿是一样 而结束语是说 电视剧描绘的不是虚构的西方生活 而是真实的中国生活 英文骂人那时候呢 是绕着嘴儿骂的 同一时间冯小刚有了一段话 BBC报道这么说 中国导演带着脚料跳舞 冯小刚在接受BBC采访时提到 他最近在中国的一个电视播放的颁奖典礼上致辞时 谈到了中国的审查时 给他灭了声了 我相信是春晚之后 对吧 据说已经说了 春晚的总导演的身份已经被干掉 所以咱就不知道谁给他这个身份 咱也不知道谁干掉了他这个身份 冯小刚对BBC的记者讲 政府不想你把民族的阴暗 黑暗的东西拍出来 还是拍一些让人民感到自豪感的东西 但这部电影 他的1942 肯定不会让你感到自豪的 这些都是方方面面的表现了 对吧 那你昨天还在春晚上主导 今天你对BBC这么说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 一个有名的人 一个个人成功的人 一个有实力的人 又想保住自己个性的人 想表达自己自由的人的一个真实的处境 所以他就提到 这是冯小刚说的 在中国坚持拍现实体材的导演不多 很多人去拍历史的体 历史体材的 因为审查会容易一些 容易一些 这就是纸牌屋 就纸牌屋放的是外国人 心里还得到平衡了 小样子反正我也出不去 你美国就这德行 对不对 你搞不好 反正不如我这 阿Q就是这样 对吧 狗且偷生 狗且偷生 我中文不太好 我从小学习的时候 狗且偷生 我一直想的是那只狗 一只狗的狗 所以现在我说狗且偷生 还是想的狗 丧失了尊严的人 其实 所以冯小刚讲 好莱坞的导演 可以在舞台上跳舞 但我们可能要带着脚料去跳 对吧 所以我不是说 我真的没有任何意思去侮辱 任何其他人 因为我生活在那个环境当 当我不能 没有到外面的时候 我的处境是跟大家一样 我体会的也跟大家一样 在上大学时 看到那些团干部 学生会的头头 对上面的当官 什么团委书记 党委书记 对这些戏主任 那样的态度 就是我从内心里觉得 这是一种憎恶 有一种憎恶和可怜的感觉 但当时来讲可能憎恶的感觉更多 因为那是年轻 对整个生活的阅历和理解 人性的理解不如现在 对吧 所以那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执 我只是觉得 为什么要虐待自己 那是当时的想法 所以我才说 顺着团派 团干部上来的人 他是扼杀自己人性的 所以无论他今天当多大官 他不会有出路 你也不要仰仗他什么 其实你也不要仰仗给他多少权力 给了他权力 他都不敢使 因为顺着中共体制 这样没有背景而爬上来的人 他最大的优点就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在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出卖了很多人 在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任何能够交心的人 所以你看那顺着这条线爬上来的 这样的人技术官僚也好 那官僚也好 那脸总是黑的 眼睛总是往下看的 他没前途 扼杀人性的体制 就会这样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y an explosion of color and sound the divine culture returns Experience 那现在至于周永康的案子 什么时候被揭开呢 其实我跟大家分析的角度 可能略有不同 很多人认为很快就会揭持 我就提到说 姓纪的周永康的小秘书 贴心小秘书 他最长的时间是在 周永康在公安部时 他做贴身的秘书 所以我一直认为 这位姓纪的秘书被抓 是要矛头 整个矛头冲向了 正法委体系 矛头冲向了周永康 在掌控正法委 攻减法的过程当中的罪名 这个时候 你就很难说 周永康的案子 是即刻翻开 还是要拖一段时间 这取决于今天中共上层 对这个案子最终方向的定位 可是呢 我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也讲了 今天半正康的人 可能也在随着事态的变化 再调整他最终的目标 才会出现 人们说周老虎要弄出来了 又没弄出来 又怎么样 又这样 拖的时间越长 相应的各方势力的表现的机会越多 因为不同的势力会都是心里害怕 心里在想如何保护自己 我不知道朋友能够理解我描绘的意思 所以在我看来呢 什么时候拿出来不重要 重要在于定什么罪 给他定什么罪 这个方向在哪 这个可能是真正的十一拖再拖的原因 而就在同时间呢 作为海外的媒体来讲呢 和国内的媒体来讲呢 在逐步的把周永康这三个字不是忌讳了 大家都在往外说 世界新闻网一篇最新的报道这么说的 周永康的儿子留学经商 中石油全权操办 这里提到北京中国经营报报道讲 周永康儿子周冰在美国读书回国经商 都是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一手操办 李华林几乎成为了周冰的保姆 他已于去年八月份被中纪委宣布查处 所以就变成了李华林用自己中石油中石化的这样的身份 从里面拿钱来供着周家太子读书 供着周家太子吃喝玩乐 干什么都不如有个好爹 但是爹出事的时候自己也惨了 所以这个体制呢 我一直说的是共产党的体制 就是这样 有个朋友曾经在Facebook上问我今天 但他写的比较长 他就说这么打下去 就这么现在这么打下去 那最后为了保住共产党 那就意味着后面不就更惨了吗 是 这么打下去 被打的级别越高 打人的人保着中共的话 那未来的事情就会更惨 这个相生相克的道理就在这 那也就变成了走到了极致 当走到极致的时候 今天杀人的人 今天杀掉这些把真相拿出来的人 他最终的目的如果保住共产党的话 他可能会比那些被他杀的人还惨 对吧 我说那话就挺简单的 谁都得死啊 但人死了之后去哪儿 没人知道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